1984年,中国军团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,他们留下了多少难忘的回忆。 我道林匹克本周播出,徐海峰,马彦宏,李玉伟。 徐海峰,1984年奥运会男子自权首枪冠军。 这是一个经典的瞬间,这是一张熟悉的面孔。 徐海峰,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得主。 1984年7月29日,徐海峰获得了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男子自权首枪项目冠军。 同时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。 二十多年来了,国人还有那么多人认识我。 第一个就是,我是第一块,这是无疑的。 作为一位射击名将,徐海峰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,他还是一位金牌教练。 李队红,1996年奥运会女子运动手枪冠军。 陶露娜,2000年奥运会女子气首枪冠军。 他们都是徐海峰的弟子。 无论身份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,徐海峰的名字总是和金牌分不开。 他的奥运经历是从辉煌开始的,而这段经历的终点很少有人提起。 1992年,徐海峰第三次登上奥运会的舞台,自拳手枪。 这是他在1984年奥运会上夺冠的项目。 徐海峰希望像1984年一样,用一场胜利,结束自己的射击生涯。 因为资格赛打完了以后,我第一第二五百六七,第三第四五百六十六。 我第五名,王玉峰第六名,我们俩五百六十五。 等于我和第一名的差距,我们俩就差两环。 虽然和对手相差两环,但是徐海峰对决赛充满自信。 当时资格赛打完以后,那个运动员我一看,因为我们经常国际比赛就在几个人请决赛。 我一看那几个决赛绝对不是我对手,我决赛特别好。 那根本都不是我对手。 中国社系就是老价,徐海峰。 带着自信,徐海峰站在了决赛的把位上。 我只要打九十一环我就关键。 我的水平应该是九十三环,最低我要打九十三环。 比赛结束了,徐海峰目不转睛地盯着头顶的计分牌。 决赛打了八十七,是我第一次比赛成绩最低的一次。 但是九二年应该只能怪我,应该冠军是我的,应该是跑都跑不了。 那只怪我什么呢,就是过于自信。 这个盗手金牌我给丢了,我要是聪明一点,我看到,我到这个地方拿着枪,我带他好好准备,这个冠军绝对准备。 八年前,徐海峰登上冠军的领奖台。 八年后,徐海峰在空荡荡的把位上,默默地收起自己的装备。 他有一次辉煌的开始,也有一次遗憾的谢幕。 回顾这段经历,他对当时的感受,轻描淡写。 所以胜败来冰家场是吗? 2004年奥运会后,徐海峰离开了他熟悉的设计。 就任自行车基建中心副主任,主管现代武相。 项目变了,徐海峰的自信没有变。 后来以后,我真正的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,我就把规则也看了。 我成天没事做的地方,我就看训练。 我就找一年教练,我聊天。 包括我一到全国比赛之后,我就,反正我是比较活样,就聊。 三四个月过去以后,我就知道了,这个项目的情况了。 最后我就分析,这个项目我们行,我们中国不是不行这个项目,一定能行。 现代武相是一个人们并不熟悉的项目。 徐海峰的到来,让这个项目发生了变化。 2005年,钱振华在世界锦标赛上夺冠。 2006年,陶中荣成为世界杯冠军。 徐海峰不仅让现代武相变得更受关注,也让他变得更加强大。 所以我就是做事就这样,我不管做任何事,只要我想干它。 所以我,只要我想做的事,我一定能做什么。 那就是,我一定要下个很大功夫来做。 一次不行,两次不行,我终究一天能做。 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,也改变了他的身份。 现在的徐海峰是为运动员颁奖的人。 23年前,他是站在最高领奖台上,接受金牌的人。 所以一个人能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,那应该是人的一生都有。 所以他是整个竞技体育比赛的最高成绩。 比如人一道顶的嘛,顶峰的嘛。 徐海峰的金牌现在存放在国家博物馆,他记载着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个辉煌的起点,也记载着徐海峰的枪手人生。 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奥运冠军,就在踏上决赛赛场前一分钟,他还在病途中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